救護車火速趕到醫院 但送下來的卻是自己人 二林消防分隊的紅心隊員 出勤抓眼鏡蛇 沒想到手指被毒蛇狠狠咬了一口 趕緊送醫 弘毒血清 病毒血清 病毒高癌的治療 不過因為它食指的部分 經過治療之後 仍然有阻止壞死的一個現象 紅心隊員當時是出勤 到彰化監獄幫忙抓眼鏡蛇 蛇抓到了 但要放進蛇籠時 卻不慎被眼鏡蛇給反咬 左手的食指發黑腫脹 住院施打了28劑血清 可見侵入體內的蛇毒有多強 會打28是代表它的 這個蛇毒的毒素 很滿強的 所以我們目的是要 抑制它的蛇毒蔓延到全身 大量血清中和了蛇的神經毒液 但被咬的食指 傷口卻腫脹惡化 醫師做了筋膜切開術 但還是沒改善 只好把左手食指上面兩截給截肢 紅媽媽心疼 但還是支持兒子 大家也是關心他 然後我們會開導他 不用了 對啦 不然你就要跟他講 讓他心情就是難倒 我們會開導他 謝謝 119的標準捕蛇動作 捕蛇夾前後固定毒蛇 頭先尾後放進容器裡 但紅信隊員當時是用防咬手套 顯然輕忽了毒蛇 鋒利的毒牙 還有蛇毒的威力 他與太太都在消防局服務 是難得的消防情侶變成消防夫妻 對上弟兄只盼他快點康復 再度回到他喜歡的消防崗位上 記者陳孟輝張華報導